這首歌曲詞編監就是Aldi 是馬來西亞人來的 詞就找了中雪 監製就是Terry監製 為什麼會找到這首歌呢 當初聽Demo的時候是很catchy 聽到就很想跟著Beat去按 所以就選了這首歌 自己又沒試過出一些輕快開心的歌 Terry都覺得挺好 挺有趣 但收到Demo的時候這首歌叫Saturday 歌詞其實是Saturday night on fire 當初其實中雪都問 因為他看回原本的Demo歌詞之後 都說Saturday night是出去玩 約朋友去Clubbing 或者吃飯什麼都好 那我就舉例說 其實我不用去Clubbing 不用去Disco 不用去Social 打火鍋都很開心 你會不會往這個方向寫 其實Saturday night自己一個在家 都可以很Enjoy 很Happy 中雪就會說 也挺有趣的 這個想法 旺了這個方向寫 所以就關了火門 也不會悶 所以我自己聽到就很有趣 就變成了這個週末很忙 就是這樣 Temo之前也有合作過 就是在Off Yucas的時候 自己都很喜歡他拍攝舞蹈的片段 所以這次週末很忙 其實都是一首輕快點的歌 想用多些舞蹈去展現多些給觀眾看 而這次主題其實想找四個搞笑的藝術朋友 五個加上肥腸去完成一個故事 陣容非常之鼎盛 肥腸是代表上帝 黃永泰龍志權做瘟疫 黃白君文卓心就是代表死亡 小樹企家J就是代表戰爭 在熊仔頭那邊就有Louis近南哥 就是代表飢餓的 很開心很榮幸 可以和大家玩到這個項目 其實他們五位 給我的感覺都已經很搞笑 跟他們拍攝的時候 真的忍不住笑 他們又沒有嘔包 他們玩得很瘋狂 向他們取經 都是想展現多些 其實自己都挺玩得的這一面 給觀眾看 而整體整個故事 就是交給添寶和彭鵬 大概是肥腸上帝 就抓了我這個凡人去參加一些試練 當中試練就有末世四騎士在一起 當中其實動作那些 就是彭鵬和添寶安排的 就不關我的事了 澄清與世貓無關 戴頭盔 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就一定要留意整個MV說什麼